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议员李乔如呛纳直询 把市府官员通通请出去 只留下副市长和秘书长杨明舟 单挑韩国瑜 议员 你尽量讲 讲完去剪贴 把我变成一个大坏蛋 好不好 是的 你尽量去讲 你当我 高雄市民高典志 你不要当我 你不要让我再说 不只市长呛议员 早在李乔如一开始直询时 韩市府团队的官员火气就很大 冷泉 他就是弟弟的冷泉啊 胡说八道 他就是弟弟的冷泉啊 胡说八道 议员 你不能够因为你比较资深 就是为了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 不满议员质问 柴山哪来的冷泉 官方局长竟然直指议员 胡说八道 议员 这有两个地方 你刚才讲的那个农业冷泉 那个是夏天才有的 闭嘴的水 你不要让我议员 红水头头走 议员你怎么办 议场内 市府官员跟议员 比大声还是头一招 就连副市长李四川 也和议员黄文艺杠上了 港公下的工程品质是这样吗 暗车道跟快车道之间的道路路差 你快车道要为了交通 让他先通 本来就这种样子啊 我现在在做这个排水工 有这样的议员吗 我从来没有看过高雄市 议员把跑击城听到的心声 反映给官员求改善 却是这样的结果 总质询最后一天 市府官员炮火猛烈 对市政并无帮助 三立学院薛仁红黄起潮 翁玉文赖碧香 高雄报道